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徐重峰下棋非常地用功 他这几年的成绩也非常地不错 获过多届少年赛冠军 并且获得了去年全国智力运动会的青年组冠军 并且去年是我们温州市的最佳运动员 所以他现在越来越用功 布局阶段也是非常地好 非常优秀的一个年轻棋手 因此在必须求胜的情况下 郑维同也并没有选择中炮 先人指路 那些就是进攻特别激烈的招法 他怕中局游度的机会太少了 郑维同特大可能还是想走一些功夫期 看看能不能在中局双方台兵布阵 子力缠绝上有一些文章可做 对 像三进五 黑方选择了炮八平五 对 选择了环中炮的布局 对 这个棋讲到一般红方是马二进三 以后下场先手屏风马 或者马八进七这个 炮二平四这种反攻马的阵势 对 是的 这盘棋呢郑维同特技大师是选择了马八进七 黑方是野马八进七 跳马 这个时候红方如果比较常见的 应该是走马二进三 对 走成了一个先手 或者还有走炮二平四的走法 对 还有你说的炮二平四 就先手反攻马 如果先手反攻马 那有其有会讲 那你是不是比后走白白多飞了也不像 是不是就占优了呢 对 这个其实也不见得 我们可以给大家稍微摆一下 是的 黑方还是居九平八 那红方 红方如果马二进三的话 黑方可以走足三进一 先冲个足 这个时候你如果对兵的话 也拱兵的话 那黑方是可以马二进三跳上来的 直接跳上来 那我这有没有一个串打 对 它不怕你穿 你穿的话因为你飞了不像 这时候它就能打东西将军了 这个像拔有时候是一个 对 它就是这样的意思 帮助了黑方直接能跳马了 对 是这样 那这样一个交换肯定黑方是 能接受的 能够接受的 是的 所以又是一个另一路变化了 对 是的 这个胖二平四肯定是比较流行的 肯定会比较常见的下巴 另外呢 马二进三也非常常见 马二进三 对 我还是先手平方马 其实同样道理 我也多费了一部中响 对 是的 但是它这个也不是说就亏 它一居九平八 你要居一平二的话 黑方最近流行的 好像是像足七进一 足七进一 那我也冰淇淇淇淇中一个 冰淇淇淇它走胖二平三 它不走马二进一 如果马二进一就还原成 那个先手五七炮那变化 那个好像黄方有点便宜 因为毕竟多飞不像 对 等于说你这个跳马 就是相对没有这个平炮 更有针对性 对 更有针对性 平炮因为马上就可以足三进一了 逼迫你这个马 这个跳马七进六或马七进八 对 你如果马七进八 那它就不跳马二进一 它就直接马七进六 攻击中兵 对 就是说黑方这个 子力出动很快 对 那我要是马七进六跳上来 马七进六的话 那你分不住黑鞠了 黑方马二进一 这个鞠也可以是出来了 对 是这样 那这是一路非常流行的变化 对 双方应该都很熟悉 另聚攻防 我们刚才所说了 这个徐重峰肯定布局是非常的娴熟 所以走到此的时候 郑伟同特达就求变了 对 他走了一步很少见的变化 炮二平三 是啊 这个棋开局走了一个炮二平三 对 这个不知道它后面是有什么意图 好像是不符合棋里 在我们布局阶段 总讲究马跟鞠得快速出 对 平炮 那么黑方肯定是出鞠 是吧 关键他把红马的位置给占 对 把自己红马的位置给占了 对 接下来他另外还走了一步 非常那个 应该说积极少见的下法 就炮直接打足了 是吧 讲特我怎么觉得这个不太像 这个男子顶尖器手下出来的起 对 有点就是双方就是下的 有点违背我们棋里的感觉 对啊 就是有点像这个我们这个经常看到 这个初学者 对 可能会走出这个炮 把这个冰打上来了 对对 那这个又什么 这当前几面是什么情况 这个啊 就是我们刚才说 这背景下是在 红方呢必须求胜 而黑方啊 布局又非常好 如果按常理出牌的话 那么黑方肯定是 都有章法可循 对 所以呢 他为了打乱对方的节奏 自己先走一个怪的阵型 当然怪的阵型呢 郑卫同特技大师肯定是自己有一些研究 对 这就是有倍对无倍 有倍对无倍 虽然这个阵型有一点弱点 可能会有一点弱点 但是你临场不一定能抓住 对 首先我们来分析 假设这期黑方敢不敢就 G8进8压马呀 G8进8压马 你像至少在他的炮口 随时有可能给你打掉 对 我们作为黑方来说 刚才说了 他是求和就行 是的 他当然不肯 不肯走G8进8 而且G8进8 红方可能不是 还可以泡泡推一把去赶走 对 这也不能过早地走G8进8 对 我们从齐力来说 对 过早走G8进8 他过过来不是退炮 就能把这问题解决了 对 那黑方实际上就是 他可能就走了一个 像7进9 像7进9 飞边向 他肯定想着我下步 就G8进8之类的 对 先把这个底向的危险走 对 底向危险走了 这个时候 郑卫通特技大师 走得还是非常的积极 冰7进1 对 他就是让你呀 就这个棋一般来讲 我们就说 那你不正好马尔静三 跳上来吗 对 讲到这期 他还不赶紧 马尔静三跳上来 他其实就是比谁心态了 他就是走冰7进1 感觉这步棋很重要 如果先走马尔静三的话 黑方可能阻三进1 等于说黑方以后 马尔静三 马尔静四 对 道路很畅通 是的 而且这个还可以G8进3桌炮 对 那红方可能想我索性 我就这个先把冰7进走 对 先抢到这步棋 那其实这个时候 作为黑方 我感觉从7里来说 还是应该压了 就G8进8 那我就试试这种不是 你是 你不是 对 不是 他就走马尔静一 马尔静一跳上来 那我肯定把你G打走 他就把G回去 回到这里 这个时候呢 虽然这个黑方的G 有点重复 对 感觉进又退 但是红方呢 你这步泡8退一 其实效率也不是特别高 另外还补了不是 我们呢 在布局阶段 通常都是说 G要出得快 G要亮 你现在两个G在家里呢 是吧 虽然你得了一个冰 但是你俩G出得慢 关键是我这个阿尔静 马尔也得动 因为你下部 是不是还有可能G8平7 捉我 对 我还有可能G8平7捉你 那我可能就马尔静 4跳拐脚马吧 对 来绑住我这个三路兵 对 你跳拐脚马 这样的话 我要不就G1进1 就大字出来就行了 就这么长起来 以后的线路是要 G1平4 G1平4以后进去做套是吧 是的 那整体怎么分析这个局面 我就认为黑方双G比较活 对 你的这个G比较背 对 红方的两个G 暂时都没有出动 对 然后黑方的子力很灵活 是的 但是红方也吃到了一个兵啊 有物质力量 是的 红方是打破了一些平衡 对 能要到自己想要的结果了 而且这盘也就是 和棋跟舒棋是一样的 对 索性走一些这个冒险的走法 冷闻的走法 对 这个果然这部棋是有点奏效 这个冰气精英 有点小胜负手的味道放出来 对 这个红方大师呢 就走了G八竞三 他先捉炮了 那这个炮他 他不会再打个兵应该 这里 再打兵总感觉太虚了吧 对方再走足五进一 足五进一 炮都得躲了 这个步数反而真的是被黑方 太吃亏了 对 所以他走了一个炮三推二 炮三推二 这样的话 黑方是走了一个 他这个时候也是走了一个足五进一 这步棋是它是什么意思 它是准备开始从中路突破了 它应该是准备从中路突破了 从风下棋呢 也是非常积极 如果你给它机会 它也是非常积极 足五进一 那红方走的就这时候 赶紧马上去三推二 马上去三 赶紧跳起来了 跳上这个嘛 应该说红方也是比较舒服了 对 阵型上红方没有什么太多的弱点 然后现在多了一个三兵 对 我们看这个正特大呢 也是成功的 对 要到自己想要的布局了 对 黑方是炮二平三 黑方这时候又炮二平三 接下来有足三进一的反击机会了 那红方可能只能马七进八 马七进八 黑方呢 马七进六 马七进六马上要取你中兵 那中兵也没办法保 你也不能炮三平四吧 那太缓了 那人家可能真的冲兵在局八平五 对 是这样 所以红方也只能十四进五 先补一手 黑方马六进五 就直接把中兵吃掉 吃掉 吃掉这个棋 黑方 红方如果蹬掉 那黑方炮打过来 并且鞠啊 把红鞠给牵住了 对 红方肯定不舒服 而且这个中足也能冲过来 那红方这时候也 换鞠是势在必行了 对 赶紧鞠 平常亮鞠 赶紧亮鞠 那这个棋 对 这个棋呢 其实啊 就棋局面来分析 还是鞠应该把鞠换了比较好 那换掉 接下来是 混方怎么开张 换掉 马三推二的话 马二进一 就这么跳上来 马二进一过话 准备鞠一进一 这么出来 那红方是不是也按实战那样 我先编鞠金一走一个 编鞠金一 以后可能从边路突破 鞠一进一吧 鞠一进一长起来 这样它鞠也起来了 对 我要不要鞠有进三 我也长起来 你也长起来 这样的话 鞠一平四吧 鞠一平四 可以亮出来 以后这个黑方这个中族 还是很厉害的 对 是的 那从目前如果这么选择的话 是不是黑方也是一个 可战的一个变化 双方另举攻方变化 对 对 这个呢 可能每个人的选择不一样 不一样 每个人选择不一样 黑方的 马还在原位 对 这样一个局面 黑方的可能认为 这个炮比较重要 就是说 对 所以把他这个炮给换了 是啊 就是开局不是老说 开局炮胜马 对 这个残局马胜炮嘛 对 那我在开局阶段 我用马换掉你炮 同时我有个中族 这也是挺好的一个选择 对 但是就是我 先马我推气 是 把你这个炮换掉 然后也保着鞠 你只能编三鞠吃掉 吃掉 他呢 G8平4 对 我载G8平4 对 调过来 这时候要再换局就不好了 因为你换了之后 你这个中马没载了 对于黑 黑洪方的威胁就少了 对 G8平4 G8平4可能就是 他换了继续的思路 他准备点向眼 或者组五进一 对 而且我甚至还有 G4进三 就是平二的走法 对 对 是这样 他走了 G2进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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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黑方是走 组五进一 G8肯定不能被他吃 组五进一 对 在这个局面下 洪方 你看 其实 这些大子都到位了 对 那那边的大子该怎么办呢 这时候他选择了是 冰九进一 冰九进一 对 他走了一个 冰九进一 冰九进一 是吧 冰九进一 冰九进一 他希望过一块 G9进三 希望G9进三 对 那这个棋 走到这里 就是从布局 已经过渡到 中局阶段了 等于现在我们 看一下这个盘面 虽然洪方 开局马上吃了个冰 但是黑帮也马上 把洪方的中局吃了 那这个中局 现在是什么一个情况呢 请朋友们 这个稍着休息 我们马上回来 给您带来精彩的对局 好 观众朋友们 欢迎您继续回来 观看郑维同 对阵徐成峰的 精彩对局 局面走到这里呢 讲到我看 黑帮还是很积极的 对 这里黑帮开始 进行了一个 对 这个寻求一些变化了 其实 反而黑帮走了一个 组五平四 对 组五平四 他接下来很显然 想走组四平三了 对 把洪方这个八路马 给赶走 对 是 这时候洪方走出了 一步好棋 也是值得我们棋友们 去学习的一个思路 他是选择了 冰淇淋一气 我先把这个冰淋掉 你想吃我吗 我先气 先气呢 黑帮肯定得打 是吧 你组三斤一吃不行 他组二平七 对 他肯定得泡三斤二 给吃掉 有棋友可能 不仅会问 那江老师 你让他在这里吃 跟拱锅去吃 是不一样吗 反正是丢兵 对 但是这时候就不一样了 你看气了之后 他就有个 G二平六对居的气 等于给自己的八路马 找了一个出路 对 八路马找了一个出路 这种 把八路马 在这地方的马 跳到这里 值得我们去学习 这种思路 对 尤其是一个外马 进入了这个黑方的 核心圈了 对 核心圈 那黑方肯定也只能对掉 对啊 要不然这个足肯定太大了 是 吃掉 那双方这样子一个交换 对 马八进六 这个马到我们看这个比赛的 最后的实战结果 这个马现在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对 所以说在这里 我觉得黑方可能要警惕了 对 黑方其实得很警惕 这个马我怎么去把它赶走 它这个位置太好了 随时马六进四 对 而且我实在不行 把你中炮换掉 这个位置非常好 对 等于说现在红方这个位置好 虽然说少一个兵 但是位置是很重要 对 这个马是威风八面 就像唐大师说的 其实黑方这时候 得赶紧警惕起来 赶紧走炮五进二 把他这个位置给挡住 既解决了你马六进四 又是中炮被你盯着的问题 对 先炮五进二 那红方会不会也 还是这个G9进三 你要G9进三 我走G1进二 先把G长起来 走G1进二 还是这个针对红方的马 以后进一平四这么做 要G平四抓你了 是的 应该这么下还是比较好的 这是黑方很激进的一路走法 对 是的 那实战可能就是因为 他忽略了红方这个 马的威力 马的威力 对 然后后面如何被红方 这一步步这个蚕食 我们来看一下 对 实战的黑方的下法 应该说也比较正常 他感觉你马既然有马六进四 我肯定赶紧得起G 对 先G进一来守住 他就走G进一 红方 对 G9进三 我们G9进三 在这个时候我们发现 红方就比较舒服了 是吧 他接下来就有很多思路 对 你接下来 我接下来又有G9平四 你要是跳马二进三 比如说跳马二进三 我可以G9平四 把这个位置卡住 卡住这个位置 然后以后进G点 G4进三 你这时候走不了G1平四 因为中炮正被盯着呢 是的 是 所以说那我也不能跳马 我还得先G1平六 我先防住这个点 对 你先走G1平六 另外你现在走炮五进二 位置也差多了 这个时候炮五进二 也差多了 你刚才如果那样 先炮五进二 就在这儿了 炮多了 那G在这儿是什么变化呢 那你过会儿 你G1平四都走不到 一平四我就马六进五了 多了一个马六进五 这么一个路线 对 是这样的 而且还可以登兵啊什么的 所以说这时候呢 黑方当然不肯再走炮五进二 对 黑方走了一个G1平六 对 只能G1平六这么平 G1平六 红方 G9平八 非常积极的一步招法 对 那黑方好像是不是实战 非常难受 对 就只能马二进三跳上 对 你这个其实要跳马二进一啊 它有可能是直接登掉 这是进行一个交换 登掉 你飞掉 它走个G8进四 一桌啊 像可能就丢了 你像丢了 你如果像就边像丢了 边像吃了 对 边像吃了像这种G马炮啊 尤其我们说缺像 怕炮弓 这个在红方还有炮的情况下 缺像是非常吃亏的 而且这个马太弱了 这边马一时半会出不来 是的 所以说黑方也是拒绝了这路变化 对 它走了一个马二进三 是的 马二进三 就这个局面下 对 红方呢是选择了一个G8进三 切中要害 对 这个G8平七这步七要走到是非常的厉害了 是的 所以就是走到这里我们也看出来了 就是红方这个六路马太厉害了 对 你现在再怎么捉都来不及了 对 你现在这么捉我就把你中炮换掉 把冰吃掉 对 就是把黑方子力又进行一个压制 对 所以说这个六路马真的是心腹大化 是的 这盘棋呢可能作为年轻这个棋手 这个徐崇峰大师 他的这个失败的根源可能就是这个六路马 对 没有及时地把它就给它 逼走 对 追赶走 对 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们学习到的一个点 对 那黑方这时候也没办法控制他G8平七 对 他只能马三退五 炮五金二还是马三退五 就炮五金二走 炮五金二 对 炮五金二 然后一吃冰 一吃冰 他走马三退五 对 马三退五这么回来 马三退五 马三退五这个时候呢 红方是选择了一个G7平五 G7平五 这是不是典型的一个马跳窝心不死也昏的一个 对 对 就是马跳窝心不死也昏 他你这个时候你还不能对居 对 正好G6进二对 G6进二对 他有一个马六金五的好起 正好卡住了你这个位置 你要吃G我正好马五金三绝杀 吃炮的话这个 吃马的话这G也丢了 对 是的 所以说人正好没有G6进二的起 是的 这起就很难办了 他呢走了一个G6进一 对 G6进一走了一个 G6进一 这么长了一步 这时候红方就炮下底了 下了一个底炮 要开始进攻了 黑方是选择了G6平四 对 G6平四再继续做 G6平四再捉一下马 他这时候呢 想把他的马给赶走 是吧 但是这时候因为红方啊 已经位置站了非常好了 G又摆到中间 控制你窩心马了 是的 红方走得也比较简洁 马六进七就交换了 进行一个交换 交换 黑方是吃掉 这个炮好像也不能乱跑了 你跑主要是他这个马太饿了 对 他还马七进九 马七退九都可以 对 非常的厉害 所以他只能进行一个交换 对 只能交换了 红方这个G5特一吃炮 交换了之后我们会发现 这个红方其实非常好控制了 对 是吧 他这个底炮配合这个G 重要的把你这个窩心马给制住 接下来只用把后马再上去 就出骑了 对 所以说这个窩心马一般 我们也骑我们大家都知道 就窩心马一定得注意 在一般的情况下 尽量不要马跳在这个 这样的上方 对 这个现在也没办法去 很好的去防守 对 这个尤其是你这个落向飞向 在退马这个步出太慢了 红方一步两步就到位了 对 马跳两步 是的 所以黑方还得赶紧赶红方的这个 对 大路炮 他当然是希望你炮跟我换 是吧 对 换了就压力减少许多 蒋托这期是 这正好也不能打试 打试人家有一个进炮打马的词 对 是的 所以他也只能这个炮八瓶九 躲炮 对 然后红方 黑方走了一个炮三推二 对 黑方走了一个炮三推二 这期是不是还是要赶紧去二推二 把炮赶走 他感觉 希望炮三推二呢 可能过一把炮三瓶五摆中间吧 对 但是从实战效果来看 我感觉可能还 还不如G二推二 对 赶紧给他赶走 你退一步的时候 我可能再退 再走这个 对 这样如果你马三进四跳上来的时候 我可能会走一个G二进三长起来 就是说我G二进三长起来 防止你马四进三跟马四进六两个点 是的 马四进六可以G二平四拦截 对 所以说这个可能够蛮强一点吧 不过我们来看一下实战 实战的话 他是先退炮 对 先走了一个炮三推二 红方呢也是马三进四 对 跳出来 红方是希望把后马赶紧运到 对 这个时候黑方可能看到摆中炮 他是不是有马三进二的起 对我们来可以摆一下 可能有马三进二 马四进三 马四进三你要回向 是不是他有马三进二 再跳进去 对 过一会儿要跳这个江了 是的 你这个马也跳起来 人家降到三二楼 对 对 是的 这个是非常厉害的一种进攻方式 所以在这个时候 黑方可能意识到这个严重的问题了 他这个炮也来不及平 对来不及平 他在这个时候呢 就开始退居抓炮 对 他走 这时候走了一个G二推 对 这时候走不过 红方就来了一步好奇了 对 他就直接放人炮不动了 直接走了个马四进六 对 不过讲到后来我发现 这期可能红方还有一路变化 马四进三 对 马四进三也不错 马四进三好像更好些 对 这是有一个弃子的走法 马四进三的话 首先他这个 他不能吃炮 吃炮 我们来可以摆一下 吃炮的话 他有一个马三进二 对 吃炮有一个马三进二 马三进二 要等这里这样 对 我不等你像 而走这个挂脚马 你只能像三进五 这样防守 对 用炮来防守 然后我再吃相 对 下一步我还是继续 把G退回来 对 眼看着要绝杀 无可奈何 对 你要G一进二长起来 我就马二吹四 这样把你G白吃了 这样子少像的情况下呢 这个马炮是没办法 防守G兵的 对 这个炮也不能乱动 但你不乱动 我下步就G五退一 退回来 是的 所以说这个就很严厉的走法 而且马三 马四进三 这都是先手啊 你要不吃炮的话 你这个 你要是落相 我还是可以这个 甚至我可以炮九平七 打你相 然后再马三进二 对 就主要马三进二这个点 来针对 尤其是针对黑帮 这个温馨马的一个问题 对 当然实战 它这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它实战走的是 我们来看一下实战了 马四进六 对 走的马四进六 对 不过实战走这个 应该说 配方是不是可以稍微顽强一些了 对 黑方是不是可以 回向 是不是可以回向 对 它可能回向 显得顽强吧 或者说 它这时候 只先走一个炮三队 先走炮三队也更好 对 你这个 主要是我们可以看实战就明白 我先退炮 也是防止你炮打向 在马路进五这个点 对 是的 我现在也不敢吃你炮 对 这时候我们给大家摆一下 摆一下 它正好有个马六进八 马六进八 对 这是一个双杀 是 守不住了 对 没办法去解救 对 是的 它应该走炮三退一 对 先退炮 这可能会顽强一些 是的 如果你要是G5G1之类的 我可能我 我再向 向脚退七落一个 对 G5G1是不是直接吃炮也行了 对 G5G1可以直接吃炮 跳马可以平炮 是的 这样可能稍选顽强一些 对 这样可能 红方是不是还得炮九退一 对 先退一步 对 这样的话就不如你刚才所说的 马四进三了 对 我感觉马四进三 它是一个抢速度的起 对 但是这么走 可能红方也是可以控盘的 是的 它可能就是说是另一种思路 对 另外我们有的时候 尤其在比赛当中 在有限的时间 紧张的压力下 不能对棋手要求过高 因为大家可能看的都是第一感 你既然要吃我炮 我跳过去 你吃炮我就马六进八 对 它可能是这种感觉 对吧 而且尤其是这个马的位置 可能会更好一点 对 因为这个G1动的话 这马又马六进四的点了 对 可能相对于马四进三这个点 那有点过于的难度有点大 对 马四进三这种棋 如果走不了 比如说它如果放手 容易走偏了 对 所以这是一个比赛中的一个技巧 小技巧 要走我们这个更能理解 对 然后更能把握的招法 是的 所以这个也是个很好的选择 对 那黑方的实战呢 它可能也是 就是说基于这个防守 基于那个第一感 对 第一感 就是他说先炮三战 打你狙 对 先把你狙赶走 是的 你狙可能狙五进一走 我可能能吃你炮了 对 这时候就吃炮了 我们来看 这个吃炮的话 它没有马六进八的气 对 吃炮就能吃了 你马六进四 它炮三退三 对 能防守 手上 所以好像这个炮三战 也挺好的一步棋 对 如果红方这时候出不了 棋 黑方是彻底防住了 对 但在这个时候 红方就走出了一个 非常精妙的下法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炮九瓶七 打相 弃子攻杀 对 这是一个精彩的一个 杀法 对 针对这个渥西马的一个 一路走法 马六进五 马六进五 现在是双将 这个马五进三 是双将的 它只能退炮 防住 中麻一走不开 所以只能炮三退三 这是唯一的关子 对 红方 居五平七 对 居五平七 居五平七 你这个时候不能打相 打相没有 打相打了过一会儿 你炮就防不住这个点了 对 主要是马五进三 这个点 对 它这渥西马好像 也不能跳出来 对 你跳的话 它就马五进七 这正好是登一将 得居了 你一上将 这马七退六一将 对 居就可以把居吃掉 是的 所以说黑方也很无奈 无奈 炮三平四还不行 炮三平四 居百吃 对 这个居正好白吃了 所以居五平七这步棋 好奇 接下来才更妙的 你看看 炮三平一 对 这步棋接下来才叫妙的 对 我马五进三的点控制了 你吃我居 我就马五退三 灯回来 是的 你要马五进七 我倒还能下 马五进七 我就给你砍掉还能走一走 还能走 洪峰这时候走得就非常好 居七进三 对 这个下去 非常的妙 这个虎口现居 你要居三进一 我马五进七 这时候踩了是绝杀了 对 你要是不理我 我马五进三是啥奇 马五进三我就居杀 居百杀了 对 你看现在这个马跳出来 就居白丢 是的 所以说这样子的话 黑方可能就居就白丢了 对 走到这里 黑方也就放弃了 这本棋也是广东队 通过这盘棋 慢棋打平了 对 应该说 这个郑伟彤最后给我们奉献了 教科疏似的巨马炮攻杀 对吧 这个巨马炮如何利用对方 窝心马的弱点进行进攻 我们棋友们可以仔细回味 赢了这盘棋之后 当然对于广东碧桂园队 非常的好事 他们是打平了 接下来呢 他们就是跟浙江队 还能重新站起跑线上 对 好 齐鸣蒙蒙 欢迎您收看本期节目 我们下期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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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